空中礼花 多鸡开花 一箭穿心 10月11日 在2019摇城太原国际通用航空飞行大会上 6支曾斩获国际大奖的外籍顶级特技飞行表演队 上演空中速度与激情 为观众带来一场优美的航空运动飞行视觉盛宴 现场来自澳大利亚 巴西 埃及 荷兰 美国 加拿大 西班牙 比例18个国家的16名跳伞队员进行世界多人跳伞表演 他们排成菱形 从3000多米的高空跳下 在天空中留下各种各样的弧线 上演空中芭蕾 表演完毕后 他们以蜻蜓点水室依次落地 让人感觉特别震撼 就是比电视上那些更真实 之前是因为看那个我和我的祖国 看到那个吕祥然那一部分 所以正好他要有这个就过来看了 因为他比较废 就跟女小小小一样 所以长大如果要他管不住 就送他去当兵去了 我拍了 以后打算都给他看的 本次大会还邀请了在全国飞行表演经验丰富的 四支飞行表演队进行热气球 动力伞 动力悬挂滑翔机 航空模型编队特技飞行表演 各种高难度特技表演动作 如特技飞机的单机特技 多机开花 七机编队及一键穿新等 让观众过足飞行瘾 此外 大会期间还举办新中国成立70周年航空成就展 飞行器静态展示等八项内容 展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美景和山西航空体育的风采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